再聊聊是日常生活相关的 现在我们真的很依赖便利商店 台湾超商的密度也真的是非常高 来看看超商双雄2020年的营收出炉 现在外界就推断玩联名 让他们的营收是创了新高 因为同一超去年的电数是突破了6000店 营收来到了2584亿元 是创了新高点 因为他们的联名就是吸收了精华酒店 他们是推出了三款联名的先时 主打由金华的主厨团队指导监制 将便利商店的先时是提升到精品等级 但这价格全部是百元有找 另外疫情的关系无法出国 他们还找来了新与航空合作 在财商就可以买得到飞机限定的甜点 还有机上的周边商品来抢为出国财 另外全家到去年底 店数是来到了3770店 合并的营收也有850亿 而这853亿 其实年成长也有来到9.82% 同时也是新高 全家是新手了米其林一星 山海楼 另外还有毕比登推荐的鼎泰峰合作 开发多款的联名先时 因此还创下了业绩倍增的佳机 而总而言之这个品牌 联名的效益是达到了强强联手的 绝佳成效 在超商部分强打名店牌 这提高了先时的CP值 吸引来客数 而另外一方面 这个连锁饭店或餐厅来说 透过跟超商合作也一口气增加了数千间店的销售据点 触角能大幅延伸 可谓是制造双赢 根据统计消费者来便利超商 最常做的事就是买先时 而这几年便利超商跟名店合作 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行销策略 以这家便利超商来说 他们跟五星级饭店所合作的先时 也带动了业绩的成长 我们来听一下业者的说法 我们现在合作的对象 都是像五星级的饭店 或者是有米其林的等级的一些业者 所以大家对口味 还有在呈现的方式都非常的讲究 我们都会创造一些市场新的话题 那有不少消费者会愿意来尝鲜 所以都会带动我们相关类别的业绩成长 一至两成 我们来开发差异化的商品 跟我们的店点数比较多 那我们希望消费者可以不受时间 跟地域的一个限制 随时想要吃一些餐饮名店的美食 到我们的便利商店都可以吃得到 连明鲜食的部分平均都可以带动 就是我们的相关品群的业绩成长 至少两成 超商跟米其林餐厅合作 其中最大的优势 就是可以借由米其林餐厅的名气 拓展更多的客源 以这一家便利超商来说 他们从2018年底 推出自由的先食品牌 之后每年都成长一到两成 连带也推升整体的业绩 以上就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